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想到刚好 这个我不久前在两个地方服侍 一个是法国的巴黎 一个是在德国的几处地方 那巴黎刚好碰到那个奥运 我就想巴黎大概最出名的很多人 除了那个铁塔 就是知道那个凯旋门 那么这是因为奥运的缘故 所以巴黎大街小巷 无论铁塔 无论凯旋门 都能看到那五个环 但是说实在我们在那里的感觉是 哎呀这个特会好像选错了时间 因为特会期间 巴黎因为这次的奥运 尤其我到的时候奥运还没有开始 我发现大街小巷遍布了各种的 除了警察 特警 那也包括军队 因为今天的欧洲已经乱得不行 那么巴黎更是一个 我们讲的通俗一点叫做 群魔乱舞的地方 这个地方 我想这次如果有人看了那个开幕式 大概就能看到 完全呈现了一幅就是 人类怎么样在杀戮 在争斗 在抵挡神 在悖逆神 在人的情欲 私欲 各种的放纵里面的一个大杂烩 我相信呈现就这样 所以一到了巴黎就感觉 处处是甚至很多地方 跟我们前阵那个新冠一样 要扫码 要扫码才能通行 要扫码才能经过 如临大敌 我就想到那个环 五个环连在一起 本来是希望要表达一个五大洲 我们连接在一起 我们同一个地球 同一个梦想 这好像是北京奥运的口号 结果是同一个地球 但是可能是同一个梦想 你在那里处处看到 风声鹤唳 如临大敌 还好我们这次的整个一个礼拜的营会 完全是在巴黎 开车要两百多公里之外 所以 基本上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那么从巴黎结束以后 去到德国呢 我特别这次在另外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呢是 德国的这个汽车城 就是那个奥迪汽车 那如果有人看过奥迪汽车的标志呢 就是四个环 四个连在一起的环 比奥运的五环呢少了一环 这个让我想到 好像中国以前有个相声有的人说 这个五环之歌 四环就五环少一环 六环就五环加一环 那 他为什么用四个环呢 他也表达当初四个小公司 四个汽车公司 那么呢最后统一在 联合在这个奥迪的品牌 其实奥迪的后面就是大众汽车 那么联合在这个品牌下面 所以呢要表达说 我们不再是分散的 我们不再是单打独斗的 我们用四个环连接 我就想到世界上人想尽办法 用五个环也好 四个环也好 希望说表达我们怎么样的同心 我们怎么样的连接 我们怎么样的和平 可能吗 到了德国同样也是感觉 因为可能一方面有巴黎奥运的情形 据说全世界的小偷都往欧洲汇聚 他们感觉这个机会来了 果然这个奥运一开始 这个就有什么阿联酋啊 什么卡塔尔那些富豪的爱马仕 我常不晓得那到底爱石马还是爱马仕 反正总有那种名包啦 被偷啦什么 这儿出事那儿出事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世界上 你想尽办法用人的思想 人的意志 人的主义 人的理想 希望来达成一个和平的世界 大同的世界 大同的世界 That's impossible 历史已经证明 事实也反复证明 所以当我特别这次 经过那个巴黎的凯旋门的时候呢 我真的就想到我们这里 我们这个叫做凯旋门基督徒之家 唯有在基督里 我们这些过去背景各异 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地方 但是却因为 耶稣基督 他的救恩 他的大爱 因为圣灵同感 在我们的心里面 使我们能在基督里真正的 同归于一 这才是真正的凯旋 所以当我们进入神的殿的时候 我们真是感觉 在基督里我们有得胜 在基督里我们有凯旋 在地上 你可以多次去到巴黎的凯旋门 凯旋门其实不但在巴黎 在罗马也有 在很多欧洲国家 大大小小都不少 但是 人终究没有办法 好像自己抓着自己的头发 要把自己从地上提起来 这个是完全不可能 我想今天我们特别 是想到在这样一个 最黑暗的时候 但是却因为 耶稣基督的亮光 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们能够真正有黎明 天会亮 所以这是这次 题目就是想说 我们共同在主里面 怎么样来迎接黎明的到来 就是 这位主耶稣基督 两千年前他来到人间 带来救恩 为我们牺牲舍命 但是很快他要再回来 这位得胜的君王 要把上帝的国度 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冷 带到人间 他要完全废掉旧的 我想这个旧的 大家已经看见了 靠羞羞补补补 没有办法 把他能够再重新 回到上帝原初 创造那美好的世界 所以在最深的黑暗 我想我们却有 心中无限的盼望 因为这位上帝是信实的 如果你看现状 你看到的就是各样的 乱七八糟 我把它叫做震动 各种的震动 因为上帝说 其实地上都会震动 无论是这些的战局 在欧洲也好 在中东也好 其实呢 很多战争是没有硝烟的 那在美国其实也一样 其实也有硝烟 因为连总统 后起来人都差点死于榴弹 当然不是榴弹 是是瞄准的 刚好他一转头 就没打到 那么一时两重伤 我想战争已经 就在你我的身边 党派的争斗 意识形态的争斗 各样的 或者是通货膨胀 对你的经济 对你的钱包 对你的未来 对你的孩子 所有这一切 是这样真切的 发生在人间 各个角落 真的这次 这个奥运 我相信各位 不要说基督徒 正常的人 大概都看不下去 怎么会这样的 怎么会把这些里面 所谓很多善而不疑的 或者是 怎么会把这种的 当作一个文化盛宴 在那里展示呢 所以人类已经可想而知 各位都同意 已经疯狂到什么样的程度 外面可以用很多美丽的词照 来把它包裹起来 所谓多元 开放 包容 但是师子里背后呢 就像很多人 一针见血说的 巴黎成了一个巴别塔的 狂欢 就像当年一样 像索多玛一样 难怪 这位很伟大的 被神重用的步道家 格培里 比利·伯拉罕 他说如果上帝能够容忍 今天人 在这些方面的 这样的胡作非为的话呢 那么上帝应该向索多玛道歉 你注意他特别把这个反过来 意思就是说 上帝是断不会容忍 如果上帝能够容忍 今天世界这样的群谋乱舞呢 那上帝应该向当年索多玛 俄摩拉道歉 而这位上帝是 昨日今日直到永远 所以我想今天 当我们看到我们你我 无人心灵里面 无人外在 无人整个世界 其实是活脱脱的一幅 漠视的情景 这已经是没有办法被否认的一个事实 那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 最深的黑暗里面 我们怎么样能够 真正把握住这个救恩 然后看见上帝 在这个最深的黑暗 要我们这一群神的子民来做什么 我想这段经文 我们应该都很熟悉 刚刚我们特别 主席也在这里 把其中一些经文 金牧师在祷告里面也都提到了 好不好 我们再把这个罗马书八章的 十八道三十节 我们来攻读一下 这个宝贵的神的话语 来 背请 我想现在的苦楚 若比起将来要 闲于我们的荣耀 就不足介意了 受造之物 切望等候 神的众子显出来 虚空之下 不是自己愿意 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但受造之物 仍然指望 要脱离败坏的侠制 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 一同叹息 劳苦 知道如今 不但如此 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接果子的 也是自己心里叹息 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 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 只是所见的盼望 不是盼望 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 但我们若盼望 那所不见的 就必忍耐等候 我们的软弱 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部 检查人心的 晓得圣灵的意思 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 替圣徒祈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 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 做长子 预先所定下的人 又招他们来 所招来的人 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 又叫他们得荣耀 我想这段经文 从一开始这里的苦楚 的suffering 一直到我们刚刚念的到最后 得荣耀 这正是一副 从漫漫长夜 到光辉的黎明的 这样的一个道路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场景 一方面圣经从来不否认 我们这一群 有圣灵出接国子的 就是已经蒙恩得救的人 我们同样身处在 现在的这种的suffering里面 而且到一个程度那里说 我们也会心中叹息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 基督徒不是一个钢铁超人 基督徒不是刀枪不入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苦楚里面 好像万物都在叹息 包括神的儿女 有时候我们看到环境 有时候我们身体的遭遇 有时候我们情感上的打击 有时候我们看到各种乱象 包括我们深受其害 我们也都一同叹息 但是这段圣经最宝贵的 就是刚刚几位牧长们 不断地提醒我们 就是在这个叹息当中 却听到了圣灵在替我们祷告 却发现到这位上帝的自己 他竟然累住在我们心里面 让我们能够真正的 有把握 有底气 而且最后把这幅荣耀的图 这是上帝老早已经预定的旨意 他不但预定我们得赎 而且他也预定我们 要得上帝儿女完全的荣耀 所以这个经文一上来 先把这个现在的苦楚 到底是什么 有时候我们觉得苦楚 大概可能就是经济不景气 或者是通货膨胀 或者是你身体的一些病痛 情感的不顺等等 我想圣经不断提醒我们 真正的suffering 这里用的那个现在的苦楚 对使徒保罗来讲 断不是外在的那一些 不是指物质的 不是指环境的 常常苦楚 在这个经文里面 在二十节里面 它特别出现了 几个词来描述 那你说一切受造之物 浮在虚空之下 这是中文的翻译 这个虚空 不是啥都没有 这个虚空 其实那个词原来是指到 第一个就是那种的frustration 失望 而且失望到一种无助 无能为力 其实这种状态是什么造成的 完全是罪所造成 刚刚金牧师在祷告里面 特别提到 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其实如果你看原来的意思 不是说有的罪比较容易缠累我们 有的罪不太容易缠累我们 那里是指到 脱去那些罪对我们来讲 是很容易缠累我们 所以这个句子 中文是把它翻成 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其实原来的意思是 脱去那些随时在缠累我们的罪 就是脱去那些缠累我们非常容易 我想这对我们每一个人 大概都心有栖栖言 我们感受到那种罪的诠释 罪的可怕 一不小心 我记得中国大陆背景 大概过去像我们这样的年龄 过去都有一句话叫 很逗 失心 一闪念 有没有 可能大概 如果你背景跟我差不多 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 这蛮有意思 很斗失心 你闪念 后来发现这失心 真是随时在闪念 你也斗也斗不完 所以我们那时候叫 于天斗其乐无穷 于地斗其乐 于人斗其乐无穷 其实应该加一句 于己斗其乐无穷 不过大家不会快乐 谁跟自己斗呢 但是问题是 我们那个失心 就真一闪念 就随时在闪 所以这种的 罪的权 是会让人感觉一种 你无能为力 你实在也没有办法 所以虽然各处些都强调 打老虎 抓苍蝇 但是你就看了 老虎排在队那里打 因为没办法 因为通都罪人 那这个是这里强调的 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他那里特别提到了 败坏的瑕疵 这个败坏的瑕疵 他用的这个词 其实是一个化学名词 这个化学名词 就是叫做衰变 衰变 也就是对任何的化学元素 他随着时间的增加 他在慢慢慢慢的衰退 衰退 那么对我们人来讲 你发现其实非常容易就能理解 因为我们人 不管你多么的涂质 磨粉 你整容 拉皮 但是你没办法 见了面大家都很客气 你气色不错 你怎么都不显老 但是呢 其实每个心知肚明 其实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 就是说你也敌不过岁月 这把杀猪刀 那不但是身体在渐渐的朽坏当中 而且你发现 我们好像真是 这个罪的累积 这个罪造成的后果 就在我们身上就越来越明显 越来越明显 所以有时候 中国大陆常常喜欢讨论 讨论一个问题 就到底是 坏人变老 还是老人变坏 因为有时候看 这个高铁上 铁路上 换一个打起来 有的人老人家 哪个拐杖 有的人就 大发脾气 那么就有人说 那个大概是 坏人变老了 有的人就说 不是 现在可能老人都变坏了 以前老人没这样 其实我觉得 这个问题也不用讨论 因为 圣经说 没有义人 没有好人 一个都没有 我们都在 那个败坏的 瑕疵当中 所以这里最后 他用了一个词 一切受造之物 一同的叹息 那么这里的 第一个出现的 这个叹息 就是一切受造之物的叹息 这个词原来 他用的是一个 要表述一个什么状态 是表述一个生产的 富人在生产那一刻的 那一种叹息 所以这个词其实应该 严格来说应该翻译成 身影 有人说 生产之痛 大概是人类 能够承受的最痛 最高级别的那种痛之一 在这样的一个场景 其实那个常常是 尤其你想两千年前 那个时候 不像现在医学比较发达 现在可能妈妈生不出来 就给你开一刀 可能还好一点 那以前呢 那没有这些技术 那基本上 对一个母亲来说 她要生小孩的时候 就是在生死一线间 如果生不出来 有时候母子一同死亡 那在这种最艰难的时候 那一种的身影 那一种的挣扎 是这个词要表达 这就是这里提到的这个叹息 所以什么叫做最深的黑夜呢 最深的黑夜就是 人在罪恶的权势底下 人在这个不断地 走向灭亡的这个衰退的途中 你发现你被挟制 你发现你完全被笼罩 你发现无论你有AI技术 你用你的各种主义思想 你用你的党派 你用你的意识形态 都没有办法解决 这个是全人类 一同在这个状况底下 以至于整个人类 好像一个产难里面的母亲一样 就挣扎在生死之间 发出那种失心裂肺的声音 痛苦 所以第一个叹息 是指导一切受到之后 我们从人类十足亚当 夏娃背叛上帝 背逆上帝开始 整个人类连同所有的大自然 就跟着我们一起背锅 跟着我们一起遭罪 我们就进入这样一种状态 所以你不必看现在 好像你觉得 哎呀 到处凶杀 有人说Los Angeles 现在叫Lost Angeles 就是天使之城 现在天使不见了 到处都发现是魔鬼 那当然不是从现在开始 人类其实不断不断地 你发现就在这个历史的进程里面 我们不是越变越好 越变越高大上 我们是越变越卑鄙 越变越误会 越变越背离上帝 那么这里出现了第二个叹息 就是你我这一切 已经有圣灵出接国子了 就是指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 我们也是一同叹息 但是你注意这里出现的第二个叹息 它跟前面的那个塑造住的叹息是不一样 这个叹息是指说 所以后面马上有个解释 我们不但是一同叹息 因为我们是等候得赎 等候完全得着神儿女的名分 我想这个是指在指望里面的 那一种的迫切 所以那里虽然用了一个叹息这个词 但是它后面英文你去看 它是为围停一个类 就是我们热切地在盼望 我们热切地在等待 基督徒跟世人最大的分别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实在是一群有盼望的人 不但刚刚进入时代 我们大家一起用四个耶稣是现代人的盼望 耶稣实在是整个人类的盼望 如果人类没有这位救主 到哪里去找盼望呢 到哪里去找出路呢 刚刚我们讲的 从整个圣经 不但是上帝已经替我们描述 我们切身地在经历这个当中 是没有出路 没有盼望 所以从这个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了盼望的重要 这也是这段圣经后面反复提醒我们 我们得救在乎盼望 弟兄姊妹 也许我们对我们得救在乎神的恩典 在乎信心我们比较熟 但是我们对得救在乎盼望这件事 有时候我们好像会有一点点忽略 但圣经却一针见血告诉我们 如果你心中失去了你的盼望 真的常常我们得救了 还以为我们没有得救 所以这段的圣经 特别要告诉我们 刚刚大家看到 他反复说盼望就是你没有看见 你看见那个不叫盼望 你看都看见了还盼望什么 谁还在乎他说已经看见的呢 我们盼望是因为我们眼睛没有看见 但是我们心里面却已经明明的知道 漫漫长夜一定会天亮 夜已经这么深了 黎明还会远吗 所以我想这段的圣经 一方面前面两种叹息是我们熟悉的 世人所有受到主 我想不要说人类 大自然贪不贪心 被破坏成这样 动物猫狗贪不贪心呢 他们也非常的贪心 你常常看到这个被虐待啊 被那个什么 所以有人说这个动物界 如果你懂他们话语啊 他们如果两个猫跟狗吵架吵到 最厉害都怎么骂对方的 你是人 你是人 就这样骂 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比人 对他们更恶劣的 真的就 所以一切受到失误 就一起叹息啊 没办法 就跟着我们受累 那基督徒也会叹息 是因为我们那种的叹息 就是主啊我愿你来 主啊我真是愿 好像保罗不断地说的 真的我如果离世与主同在 这个实在好都无比 但是他知道神 让他存留在世上的使命 他说我活着不是为我自己 那是为神的教会 为着福音的缘故 但是我想最宝贵的 或者说我们盼望的缘由 是在于那位上帝 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 在替我们祷告 我想这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安慰啊 这位上帝不但是救我们 不是一次过救了 完了结束了 他救完我们以后 他深知我们的软弱 他知道我们不晓得怎么祷告 所以他亲自住在 每一个已经蒙恩得救的神的 儿女心中 在替我们祷告 而且这里特别用这个词来描述 用说不出的叹息 在替我们祷告 这个说不出的叹息 你怎么理解 Speechless 英文或者是wordless 所以有的地方把它翻作 无言的叹息 无言的叹息 我看到有个解释 讲得很妙 什么叫做圣灵无言的叹息 在替我们祷告 就好像一位 抱着他刚出生婴儿的母亲一样 这个妈妈 看着他怀中的婴儿 这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这是他历经了许多艰难 生下来的孩子 跟他有血肉的情感 那个妈妈一方面愿意用全身心 包括自己的生命 去呵护这个孩子 但是做母亲的 其实常常一方面 看着这个婴儿 自己的孩子 一方面心里面有许多的期待 无论是期待这个孩子 将来能够人生少走万路 期待这个孩子身体能够健康 期待这个孩子能够真正的成长长大 更多的期待 也是期待这个孩子 将来真的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 能够成为一个有贡献的 有成就的 我想这是大部分做母亲的 一定都是这样的心态 这里要描述的这位上帝就是这样 他把他的儿女们 好像圣经说的 像母鸡把他们聚拢在 把小鸡聚拢在他的翅膀底下一样 他呵护我们 他甘愿为我们舍命 但是他对我们有很多的期待 期待我们能够脱离罪 期待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 体会他的心肠 期待我们能够真正在基督里长大成熟 这就是这里要表达的这个意思 所以虽然三种的叹息 但是你发现这三种叹息 第一是因为有未来 所以你的叹息才有价值 人类如果没有基督 没有未来 所以你叹息也白叹息 你叹息往人到你的孩子继续叹息 甚至这样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 人类还能够走出什么新的路呢 还能够又完成什么新的花样呢 只是罪业越来越多 我第一次到巴黎是1990年 到现在已经30多年 那么巴黎大家都知道 英国有个作家叫做Dekens Dekens他就写了一本双城记 那么这本书写完到现在 已经160年过去了 那双城记要描述 当时全世界两座大城 一座就是伦敦 一座就是巴黎 被认为是人类现代文明 那种好像达到高峰 巴黎当然最自豪的就是 以那个艾菲尔铁塔 除了他们的那个罗浮宫 除了他们的那个 很多的艺术建筑之外 但是如果你看一看双城记背后 刀光剑影血流成河 因为他要描述的 正就是法国大革命 其实法国大革命的 坦白讲的 我们中国人应该更能理解 因为就跟我们的文化大革命 是蛮类似 一夜之间多少人头落地 整个巴黎的许多广场 血流成河 包括他们的国王的头 也被砍下来 所以这次奥运会 把他们的国王的头 拿在手里玩 把那个王后的头 那个玛丽王后 那个也被斩首 当然除了那些当政者 被革命者推翻 包括当时在巴黎 在法国最精英的一批分子 大部分是知识分子 全部被杀的被杀 被流放的流放 劳改的劳改 我想这正是 所以一方面你发现 人类很讽刺 现在你这两座城 大概可以把它换成 纽约跟洛杉矶 大概也差不多太多 好像代表美国那种的 文化也好 代表美国的经济也好 代表美国的那种的 所谓繁荣也好 但是背后呢 真的是你看到 一副群魔乱舞的情形 所以历史从来没有改变 历史只会是从道负责 人类走不出新的路来 但是感谢上帝 我想基督徒的盼望 就是这一段圣经 要反复强调给我们 什么是最后我们的荣耀呢 什么是真正的黎明呢 所以上来保罗就说 现在的苦楚 与将来的荣耀 你发现他把这两个 放在一起来 让我们有一个对比 将来的荣耀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上帝的儿女 完全得着自由的荣耀 你知道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吗 不是那些觉得 我想干嘛就干嘛 真正的自由是 你想不干嘛 能够不干嘛 这个叫做自由 今天的人 他以为说自由就是 我放纵 我随便 那个就是我的自由 但是他恰好忘了 他能不犯罪吗 他能不说谎吗 他能够不放纵 不能 没有办法 无论你县委是不是 县委 中国你进去看那个网络 一会儿 哇 很多对话 一段段放出来 真的是精掉下巴 那种 当然不只是那个 全世界都是这样 你现在这个总统候选人 你这个从加州跑出去 你给他历史接见 你不堪入目 那你说 第一个就是 真正得着自由的荣耀 第二呢 提到说 整个上帝种子 完全显现出来 这个完全显现 是指什么 就是我们里面的 已经埋下了 这个福音的种子 我们里面已经 蒙恩得救了 这个基督的生命 我们有一天在主的 完全的再来当中 能够全然的被发现 这个生命是何等美好 这个生命已经完全 脱离了这个 这个举世的身体 这个生命 是上帝那不朽的 永恒的荣耀的生命 所以这里从十八节 十六节开始 一直到二十三节 不断地告诉我们 特别是二十三节提醒我们 告诉我们 完全得到 神儿子的名分 就是指我们 整个身体的得数 不再是这个 取死的身体 这个血肉的身体 我常说这种身体 地上缺货 天上没用 地上是 你要换个肝 换个肾 就等很久 好像希望最好 赶快 赶快修修补补一下 但是这个身体 已经在天国里面 完全没有用 就好像现在有人在座的 还有人用手机 大哥大的有吗 可能有的年轻一点 都没听过大哥大 我们那个年代 真的刚刚手机出来 有的人腰里别一个 拿着好像 就是得意的不行 这个有时候拿出来 歪大街上 歪歪 Holify 根本也没跟人讲话 他自己跟自己讲话 就是想让大家看一看 他有一个大哥大 好像台湾有一家公司 也叫大哥大 总而言之 这个手机 为什么现在没用呢 因为你现在拿着 被人家笑话 而且你也不必担心 你看那个手机 现在不断发展 智能手机 我真的遇到 有个年轻人 他们说我很郁闷 我的同伴 他们都是 苹果已经买到四代了 他们买苹果四代 我是只能去超市 买四代苹果 他意思说 钱也不够 我说你不必郁闷 你不必跟他们比较 因为他们是苹果四代 现在你看 已经到了Pro 15 对不对 很快又 那个你家里 你再去看看 如果你喜欢收藏的话 那个从苹果第一代 出来到现在 那你扔都 扔都像鸡肋一样 没地方扔 因为你扔出去 就对环境造成污染 所以其实这段圣经 我觉得最重要的提醒我们 真正的在基督里的得赎 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连这个身体完全脱下 得享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 不再有任何的铁链 不再有任何的捆索 所以在这个当中 我想今天一方面我们活在 黑夜和黎明之间 那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是带来最深的一种张力 这个我们都同意 黎明越近的黑夜越深 但是你发现 因为观念的不同 为什么基督徒我们常常说 我们跟世界的观念不一样 世界上人常常是 以现在看未来 所以我们都很熟悉 叫做少小不努力 老大图伤悲 你现在给我卷 你在职场也卷 读书也卷 所以他们说中国有几句谎言 是蛮明显的 一个就是说 你考试过了 你想怎么玩都行 这是很多妈妈 劝他们要考试的孩子 中考也好 高考也好 大考也好 考工也好 你现在给我好好努力 将来你怎么玩都行 这一句谎言 还有你的压岁钱 我先替你收着 这也是一句谎言 还有什么领导说的 就是我下面简单说两句 这也是谎言 你不用太相信 他一定不只说两句 那总而言之的就是 又现在 所以卷到一个程度 就叫迎在起跑线 有的妈妈说 为了叫他孩子 就先给他在母妇里 先放一个录音机在上面 贝多芬 莫扎特 听 英语九百句 下一条还是一出声 Good morning mother 她妈也吓一跳 孩子还没出声 不讲人话 我想很多时候就是 我们以为现在决定将来 当然我这样讲 但不是废掉人的努力 我们学习 当然是需要努力 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 如果没有上帝 没有救恩 你根本就没有将来 对不对 事实就是这样 你知识 读了很多 你就变得真的 越来越高大上 有人说 一个没有学问的 他大概只能偷几根铁钉 一个满肚子学问的 他可以偷一列火车 现在你知道很多犯罪 完全都是高科技 高智商的犯罪 圣经说 我们的现在 有将来决定 你现在在受苦里面 但是你因为有这个荣耀的盼望 这个盼望是指向未来 而将来就让你现在 轻看 所以保罗特别用两个词 一个是 这种无比的荣耀 一个是自斩自轻的苦楚 请你留意 这段不是一种精神胜利法 这是实实在在 如果一个人看不见未来 没有盼望 他的人生 真的其实我们都能想象 所以中文用的很标准 叫做 失去盼望叫失望 如果完全没有盼望 那个叫绝望 绝了你的盼望 你还往前走什么呢 所以一方面 现在因为将来 你就变得不会那么的起起伏伏 这个哭爹叫娘 怨声载道 要死要活 不会 你的淡定 你的底气 是从因为有一个真实的盼望而来 第二呢 现在因为将来 你心里面那个盼望 越来越生起来 越来越羡慕 越来越渴望 第三方面呢 你现在心里能够真正的刚强 基督徒的刚强 基督徒的勇气 不是血气 他的刚强是来自于上帝不变的应许 所以我想常常人 人好像意思说 因为看不见明天 所以都觉得就是活在当下 大家可能知道好莱坞 曾经拍过一部有很多中国元素的电影 叫功夫熊猫 因为功夫是中国的国粹 熊猫是中国的国宝 当然台湾叫猫熊 反正总而言之跟猫跟熊都差不多 那么 这个呢 这个好莱坞拍了以后呢 我们华人也很高兴 这个宣扬 这个国粹国宝 那么这个国宝不太争气 胖胖的熊猫一开始就光会做饭也做不太好 当厨师也不行 那么还想跟人家打架 人家一看体型蛮可怕 后来结果花拳绣腿 那么后来他拜了一个老师傅 这个老乌龟 老乌龟呢就成为他的这个 背后的军师 老乌龟呢就说 The future is mystery past is history 就是过去成了历史 未来一团迷雾 那么present 就是现在 当下 当下呢 就是一个礼物 present is a gift 那当然一语双关 因为英文里面呢 这个present又是现在 又是也可以翻译做礼物 所以呢 这老乌龟跟他讲 你就别想得太远了 你也别想得成了这个成龙啊 李小龙啊 大概也不太可能 那你总而言之 当下你就给我好好练嘛 我教你怎么样 你就怎么样 活在当下 就变了很多人的生活哲学 反正我也看不见未来 反正我过去也过去 那么我活在当下 那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我就坐天和尚 撞天宗 别人怎么样 我也怎么样 别人上山 我上山 下海我下海 出国我出国 走线我走线 总而言之 我就随大流 我就活在当下 但是这里要提醒我们 上帝说这世界 和其上的情欲 都要过去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 永远长存 这好像一幅很美的对联啊 你看一边都是 都要过去 一边是怎么样 永远长存 一边是怎么样 就是正好你看中 你就当下 这世界啊 还有情欲啊 这些东西 没想到都要过去 另外一边呢 永远长存 所以我想 这段经文最后 它围绕三个问题 要来提醒我们 第一个就是 我们的心态是什么 我们的心态 从十九节 二十一节 二十四节 中文用三个字来描述 第一个叫做 切望 就是我们的盼望 是带着一种 什么样的心情 是充满热切的期待呢 还是你觉得 这个盼望可有可无 如果你真的对这个盼望 是充满热切的期待 你就知道 你会付出怎样的代价 我想我们男生 大概特别会比较体会 你想一想 当初你 看到一个你心仪的 喜欢的女孩 你希望有一天 他成为你的新娘 你那个时候会 真的是 你大概天天就 有个人就专门去 抄那诗人的诗 从歌德的抄到雪来 他自己懂不懂都没关系 一疯疯 因为他有这个盼望 所以那女孩有些心一软 算了 既然他这么努力 明明不会做菜的 前面夸夸起菜 我会啊 公保鸡丁 我都会啊 炒出来 女孩一吃 根本难以下咽 不过也就算了 看在你一份诚心 那第一个切望 第二个呢 指望 指望这个词很特别 为什么会把手指放在里面呢 这个指望是 他后面有一个 英文你看就很清楚 他这个后面有一个重句 是指一个很特定的 指望指望 你留意这个动作 那个盼望不是发散的 不是随便的 那个盼望是你有方向 有目标的 带着目的的盼望 很清晰的目的 那么第三个盼望呢 这个词其实是 原文是一个完全的 它前面有个定罐词 所以英文把它特别翻作 是指那独一的 基督成了我们的盼望 所以我们的心态 我们基督徒的盼望 不是发散的 不是说 我有一个盼望 你的盼望很确定 第一个 因为这个盼望 所以你里面 会升起那个 能够像老约翰这样 我们谢谢这个 黄长老和贵教会 特别对隐藏的马拿的支持 其实我们这个施工 才开始了几年 不过实在是看到 这个世代需要神的话 需要神的福音 需要无论从培林 灵修宣教福音 包括我们重走 那些使徒们的角中 包括我们制作那些诗歌 或者我们对一些社会现象 对一些的做一些的评论 都是期望有一个共同的 就是我们要do something 在这样一个传媒的世代 基督徒的声音不能缺席 我们求上帝 能够让我们靠主的恩典 用各样的智慧 总要把人完完全全 带到主的面前来 所以我想 带着这样一种的热切 我们同心来围绕 注目定睛在基督 那个独一的盼望 我们向着这个标杆来直跑 这个是指导基督徒的心态 因为这样的心态 有个比喻说 有三个人 他们的包裹都一样 一条饼单 两头两个箱 一个是代表人生的痛苦 一个代表人生所遭遇的快乐的事情 上帝很公平 任何人 你也不必 一方面我们华人老早知道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你不必去看人 看某些人正好飞黄藤大 很羡慕他们 其实一模一样 每个人都是一样 但是为什么一个人 一路走一路埋怨 而一个人一路走心情还不错 但是步履蛮山 只有第三个人 他一路高歌 而且箭步如飞 为什么 原来第一个人 他就是把前面那个担子里面 看的都是痛苦 他忘记了很多他人生里面 上帝给他的恩典 你越看苦难难处 难处就被放大 第二个人 把这两个担子掉个个 感觉好一点 但是第三个人是最有智慧的 因为他有一把剪刀 在那个痛苦的那个上面 就扎了一刀 结果越走那个痛苦 好像就 其实这正是保罗的秘诀 保罗经历的痛苦 我们都知道 大概世界上很少有超过他 他提到有周传的危险 我们为了要走这个保罗之路 从罗马 从这个希腊那边 特别是从土耳其那边上去 跨过那个欧亚的这个分界 在保罗那个年代 坐船 他在《使徒行传》里面 不断地形容 描述 那是非常真实的 两千年前 那个船随时会翻的 现在你坐船 我们坐船过去的时候 也是风让一大地划 那个船震动得相当厉害 他被打多少次 有的时候有一次 打到人家以为他已经死掉了 结果他又站起来 周传的危险 盗贼的危险 假弟兄的危险 各种的谩骂羞辱都经过 但是他有不变的那个盼望 所以他能够轻看那些羞辱 我想这段圣经特别是 他要给我们一个把握 八章二十八节 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我们晓得神使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请问你 你对这句话有把握吗 我自己承认 我常常有时读的时候 会心生疑惑 上帝啊 如果我这么大的痛苦 癌症的病痛 或者是很多人在情感里面 看到对方出轨 或者是某些遭遇各样的打击 上帝真的吗 真的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我得益处吗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为什么基督徒有底气感 把握这句话 是因为这句话 你留意他前面 二十七节和二十九节 我常常说 你看神的话 你要把它看作一个三明治 三明治中间那个 还包括它的两边 夹着它 我们为什么能够晓得呢 是因为前面二十七节 圣灵晓得我们的问题 二十九节 神预先知道 所以这段经文 大家如果有机会 回去再读的时候 你会发现里面 特别用四个知道 中文的两个翻作知道 两个翻作晓得 其实原来都是同一个词 就是英文就是no 知道的 但是里面特别提到 上帝的晓得 圣灵晓得 你想上帝对我们一清二丑 他知道是远超过 我们对自己的知道 那么二十七节 那个神知道 二十九节 那个同样是神知道 是他运先 已经老早知道我们 所以他运先定下我们 怎么样来效法 神儿子的模样 你知道要效法 神儿子的模样 不是我们都知道 严实才能出高途 我们都知道 没有十年寒窗苦 哪来你将来的 真正能够毕业呢 神为了让我们 能够效法 他儿子的模样 所以神在 他的许可当中 我们经历了一些的磨难 目的是因为 神晓得我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对自己可以失望 但是你千万不要 对神失望 因为人会错 神断不会错 所以我想这段圣经 最后要带出 我们的一个行动 在现在和将来 在漫漫长夜和黎明到来之前 我们需要一个行动 就是第一 等候 真正用一个迫切的心态 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旁观者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我们求上帝给我们 高举真理 不畏强权 第二呢 忍耐皆是 就是虽然我们 也常常遭遇到 各样的遭遇难处 但是在这个当中 我们发现上帝在超量 我们的忍耐 特别是祷告里面 不灰心 在爱人里面 不灰心 在爱心的表达 在传扬真理福音当中 不灰心 与神同工 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祷告 但是我们怎么样配合他 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 我们不让圣灵替我们担忧 这个是最真实的每一位女我 我们来与神同工 就是从圣灵既然已经内住 他既然不住替我们祷告 我们与他一起配合 然后第四个行动 就是我们真实求上帝帮助我们 基督怎么样想 基督怎么样说 基督怎么样做 我想有的年轻人知道 有个手环 叫做WWJD 它其实是四个英文字幕 就是What will Jesus do 这个手环好像常常提醒我们 就是当你要说话 当你要行事 当你跟人相处的时候 你常常想一想 如果基督站在你的地位 他会怎么说 他会怎么做 他会怎么样处事待人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但是真的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这一群是已经脱离了罪的枷锁 在基督里获得自由的人 我们愿上帝恩待 是恩祝福我们 我想前奶奶 在上海的一位老姊妹 当然已经过世好多年 她过去生活就靠卖葱姜为神 但是就是这位奶奶 充满了爱心 把所有脉葱姜 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最艰难的日子 筹起来的钱去帮助别人 我们家都受过她很多帮助 一个孤老太 住在一个很简陋的一个过街楼里面 但是最后一个姐妹见证 她过世的时候 那个姐妹到她房间 好像充满那种 她说她从来没有看到过那种 那种的光啊 很特别 上帝把她接回她的天家 同工们一整理她 所有的家产 不超过五块人民币 在当时 她走以前 吩咐说 这个桌子要送给某个人 这个几把椅子送到某某家 一个家徒士币 但是在基督里却有丰盛的生命 巴不得我们 每一位 用信心的眼光 2016年 在巴西的这个李约 那个残疾人奥运会 中国选手 那个女运动员拿了200米的金牌 她是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人 记者采访说 你太厉害 她说不是我厉害 是因为配给我那个陪跑的 她说那个人长什么样 我也没看到 盲人运动员有个规定 跑的时候可以旁边有个人 陪你一起跑 因为怕你摔倒 所以你的手搭在她的手上 她不是拉着你跑 就是让你的手可以有一个地方搭一下 不要跑到一半摔倒 她说那个人我没看到她长什么样 我眼睛也看不见 我跟她也不过才几个月的训练 但是我就对自己讲一句话 我要能够跑出去 我必须相信这个人 我就把手搭在她的手上 我想今天对我们来说 有一双钉横的手 就是耶稣基督的手 无论你在怎样的境遇里面 无论你觉得在怎样的黑夜里面 你把你的手交给那双钉横的手 那是真正稳妥可靠的手 必能把我们带进真正的黎明 带进真正的荣耀里面 愿上帝祝福各位 我们一起来祷告 恩主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 虽然八月已经到了下旬 虽然二零二十四年只剩下三分之一 虽然我们的人生主啊 我们同意我们正在诸般的苦楚当中 但是主你是我们的黎明 你是最亮的那颗诚心 你是我们的标杆 是我们的盼望 更感谢你钉横的手 把我们从黑暗里拉出来 救出来 只把我们带进你的荣耀的国度 愿上帝继续让我们 为着这个荣耀的盼望 来往前奔跑 求主加添 信心是恩祝福我们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谢谢大家